陆家族独地背后的布局 做局败局 以及最后的接局 陆家族控股 买了一块独地 缩赔100个亿 和我们看的不一样的 我们先看他们 几个伙计如何布局的 苏州钢铁集团 五地五了八年 那个地本来也不是他的 赚了十倍 然后脱手卖给陆家族控股 然后陆家族控股呢 当时也认为 拿到了一个便宜的地 因为当时的买地的楼面价是7800 16年的时候 你那时候可以预测一下 苏州的地产形势 咱们也得三万到五万 上海的地价 你知道有多高 所以它是买到了很便宜的地 它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对苏州的当地的政府 就是苏州高新区来说 它得到了高傲的税收 这个你们都懂的 工业用地 改为商业用地的话 改为住宅用地的话 要交税 交很多的 这个地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 再就是地方的那个 环境检测机构 得到了检测费 四方四大欢喜 都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你就可以理解为 这个黄四爷和县长一起交匪 交完匪之后 回来他们三七分 大概就是这么个事 然后再看怎么做局的呢 就是突然会发现 陆家水说 他不知道他购买的 毒性超标的土地 这个逻辑是不对的 他很难自圆其说 因为后来苏州高那几段称 我16年卖你的时候 我已经提示你了 土地有污染的风险 还有一个你们懂的 我们老百姓买个房子 都要验收 将近七八十个亿买块地 他不做验收 盖好楼时候也不做验收 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你不能说这个雷丁学校 验收没通过 这个说不过去 因为之前他盖过 很多大的鞋子楼 商业的楼 还有盖了很多托儿所 还有盖了很多体育馆 那些工程怎么验收的 那些工程怎么通过的 怎么到雷丁学校通不过了 这个事说不过去 所以你们应该能懂 所以我推测就是 相当于黄四爷和县长 一起剿匪 后来露馅了 老百姓知道 土匪和他们是一伙的 这是装不下去了 你说怎么办 然后再说这个败局 我们都知道败局是看到的 都是被雷丁学校检测通出来的 其实你再仔细看 这个学校的检测 是路加主控股 委托第三方调查的 这个逻辑上是合理的 你引进的学校 你给我调查 进行土地检测 你给我报告 以后经政府又推荐 第三方鉴定机构调查 结果是显示的 同样的结果 污染严重 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逻辑看 你会发现 即便是知道这块土地有毒 也是路加主控股第一知道 和雷丁学校关系不大 因为雷丁学校委托你检测 他肯定他现在知道 所以和境外势力一点关系没有 境外势力只是被利用的工具 我们太多的人只是跟着想起哄 所以你由此可以看出 是路加主控股是贼喊作贼 把自己当作受害者 不得同情 装假单纯 这就相当于俩人一块偷情 然后当初不说人家抢奸了他 怀孕之后非要告发人家说 他被抢奸了 然后抢奸自己还不好意思 还让闺蜜去告发 我感觉这事做的有点不地道 我认为背后这个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主要的原因 我认为地产形势地迷 房子不好卖 然后他们这帮伙计 做了个局露馅了 没法给领导交代 他需要找一个理由 还有一个可以理解 为地方的财政亏空 两方相互厮杀 王室爷和这个县长一起剿匪 最后老百姓知道 土匪和你们是一伙的 老百姓不给你玩了 收税收不上来了 收到一百年之后了 再收不上来了 结果县长和皇室爷 狗咬狗打起来了 其实现在这个局势差不多 因为老百姓你看 不买房 不结婚 不生孩子 彻底躺平 不玩了 你看着办吧 我们再看最后的这个结局 铸铁集团当初卖地的时候 他的控股股东 书以背大方正 而且背大方正 早套现走人 后来被平安集团接管 然后陆家主控股 背后的老板 是上海郭之伟 相应这个陆家主控股 这个起诉的机构 都是苏州的什么高新区 还有当地的检测机构 这些背后是苏州市政府 你看一个是平安集团 一个上海郭之伟 一个是苏州市政府 他们一个比一个厉害 你说这个游戏这么玩 他们之间狗咬狗 你说发愿怎么判 我推测怎么判都不重要 但是有判决结果很重要 有了这样的结果 他就开业入账 那你说最终这个损失 谁来承担呢 肯定是股民承担 陆家主控股的股民来承担 投资人来承担 那你说股民凭什么倒霉 问我干什么 我又不是股民 那你说他卖的 入住的那小区 卖的房子怎么办 卖的房子怎么办 我哪知道的 还有那个商钞 写字楼 体育馆 那工程款接没接 我哪知道的 关键是还有相关的 其他的在土地财政下 特色的城市化之下 违背发现的 或者已被发现的 地下水污染 毒气污染 毒土地 未被发现 还有一定被发现的 那些这么慢 我也不知道 再讲一个段子 你们都懂的 就是这个老虎啊 和狼啊 和狗啊 请这个羊一起烤羊串 老虎带炉子 这个狗带炭火 狼带的调料 羊就问 我需要带什么 老虎和狼和狗说 你不用带什么 你来就行 羊感动得痛哭流涕 有你们真好 我能交上你们这样的朋友 是我上辈子修来的夫妻 你听明白 你就知道这么回事 所以谁知父不知道 谁来支付油池产生的损失 不知道 但是我们一定知道 这一切都是由境外势力造成的 你比如我举例 地沟油最早是被朝日新闻揭露的 北京的雾霾 是老美的大使馆揭露的 罗嘉辉揭露的 对吧 山路奶粉 是新西兰的某个核子公司揭露的 不管怎么着 你们就知道一个是 这个境外势力坏到家了 总破坏我们的安定团结 我们对境外势力恨之入骨 谢谢观看